大家好,我是Cristh of 今次講Sling 前面有四條Sling 由左之後 左邊就是Farrow Concepts的Slingster 這條就是Spiritual System 以及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讀 應該是... Direct Tags 兩個合作版的Sling 這條是Blue Force Care的Sling 這條就是Fiking Tactics 簡稱VTag的Sling Farrow,BFG和VTag 這三條Sling我之前都有用的 Farrow這條是之前的MC 後來放進了一條特別版 Woodland這隻就是限量版 所以唯一沒用過就是SS這條 講多一點這條Sling SS就跟這個牌子合作 這個牌子自己本身都有Sling 它跟它最大的分別 除了這個Tag說 Manufacturer by Spiritual System 另外一個分別就是Woodland 它這個牌子的Woodland 或者MultiCam是Far色的 而SS就跟回它的Camel的色帶 去配合它的配件 肉眼上就這樣 真正如果真的 這條Sling的物料 有沒有什麼大分別呢 我覺得應該就不算太大 因為這些都是正常的 一轉webbing 而且我現在沒有槍 所以剛才都是放在一條圈 純粹拉 即是拉下中筋 來試一次SS 所以做一個簡單的融合感 先講四條Sling的結構 之後再講一下它的操作 之後再加一個融合感 這四條槍帶 都是兩點式的槍帶 唯一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Blue Force Gear 這條槍帶是闊過這三條 這三條都是一吋 Blue Force Gear 這條是1.25吋 所以有時把槍帶配件 就要留意一下尺寸 四條槍帶都可以調長短 調長短科法 大家都有一點點不同 而SS跟BFG這兩條 大家靠鬆緊 都是靠一個扣號的摩擦力 鎖住它 就不是靠一些東西夾住它 而Ferro 和FreeTek 就是靠一件夾住它 等下再看 這次槍帶也有一個Pack 如果你說Pack頂最長 下面大家一樣 上到最長 最長就是SS 之後到Ferro 之後到FreeTek 之後到Blue Force Gear 至於闊度 最闊度就是Ferro 然後FreeTek和BFG 就差不多 SS是最薄的 而厚度方面 BFG和FreeTek差不多 之後SS 最薄就是Ferro 至於四條帶 如果Pack頂長闊高位置都不同 哪一條舒服一點 對我來說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SS我沒有用過 所以說不到 這三條 就算之前戴在外面 有時戴完後 都會放低支槍 或者去休息區 很少我整天 由朝十五小時背後 下午四點 還沒放低過 這樣計算 所以我也戴不到你 哪一條比較舒服 但唯一 Ferro 是其中唯一一條 Pack頂可以拆出來的 你見到它的帶子 如果它脫了 鬆了 這條Pack頂就可以拿出來 可以用沒有Pack頂的 好 現在講完Sling的操作 你見到我拿一條滾 因為現在沒有槍 所以我用四條滾 來防槍帶 就當作槍 至於Sling的長度 我剛才看 Wallway Pro & Go Don 說 最短的情況 就是你剛剛 都可以提起槍出來 就用它設置最短 因為它有時候要去On Duty 突發事 就立即可以舉到槍來開槍 但我戴Sof 就沒有這個必要 只不過我都會用它這個方法 來設長短 雖然現在用了牛旗設 這條Pack頂 剛才說到它 都是用摩擦來調送 都是用摩擦來收帶 或者放帶 它四條來說 它是相對於短的 但之前去26樓 就試用Map Pro 去到Map Motion Map Motion 我發覺它沒有那麼順 因為這樣就買了PocoSphere 另外一條也是靠摩擦來 例如是SS 這條 本血袋帶有一個扣 普通是拉鬆 還在收帶 原先跟沒有這條帶 這條帶我自己加上去 我看有些人 原裝的那條帶 就是有了收縮膠 收藏的地方 會比較容易拿 我現在就沒有收縮膠 就算了 但也好過 捉捉這塊鐵 捉捉這塊鐵 有時候 伸手下來 就比較難拿 這條帶 有時候會做到 這條帶可以夠鬆緊 這個鬆緊度 比PocoSphere 比較容易 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 鐵的設計 有三角形 拉斜的時候 它會有斜度 如果拉斜的時候 它會有斜度 弄鬆緊 如果是直小的話 這條帶比較緊 是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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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回PocoSphere 這塊帶 是影響不到 這個扣的左右程度 所以它拉斜 其實都是平衡線 這樣拉 相對比較難 拉斜一點 來到Ferro Sling Ferro Sling 這個扣 揭起它才可以動 揭起它之後 它動的時候 是非常順暢的 如果想鬆解 要是揭起扣 然後 接著底氣之槍 它就順勢拉長 或者揭起扣 拉後的扣 來鬆 都可以的 至於回去 就比較容易 回去就純粹 這條帶 就當然了 你到時會抓住 只不過是假裝 這條帶抓住 這樣進去 就會純粹鬆 這樣放手 就會落下 而最後就是Ferro Sling Ferro Sling 雖然它拉緊和鬆 是兩塊不同的 但為什麼我同一個位置呢 是因為現在我收緊 而Ferro Sling 而Ferro Sling 這個扣是拉後 和Ferro Sling 然後Ferro Sling 就是拉前 亦可以拉起扣 底窗 順便鬆帶 又或者可以 下一個窗 才鬆帶 這些是個人喜好 而你鬆了帶之後 你看看 鬆了帶之後 它和 都走回同一個位置 所以 你鬆和收 手都在這個位置 可以捉回收緊帶 來收回進去 這條用完的竹菜 我用了這麼久 都沒有試過竹菜 如果有時這個位置會鬆帶 會鬆帶 有時會覺得 多了東西出來 會吐東西 那Ferro Sling Ferro Sling 最藍牙之主 就是它收緊 這條路 就可以阻礙開 之後 收到最緊之後 就可以 新鑽 Ferro Sling Ferro Sling 最藍牙之主 就會收緊 之後 再收緊一點 如果真的把槍放在後面 或者放在任何位置 想收緊一點的話 這條有魔術貼 純粹一扯 扯鬆它之後 可以再收緊一點 所以唯一 這個東西 跟其他三件不一樣 至於這時候 打電話哪個好一點 我就覺得 看你自己要什麼 例如你說Patting 你問我 我對我來說 就沒有所謂 高位肥瘦 因為有時候打完遊戲 會放一些槍 或者有時候 會揉著槍整天 或者長時間 對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 沒有什麼分別 那些高位肥瘦 至於有條Sling 放鬆放緊 對我來說 我覺得收緊 是比放鬆 因為放鬆 我都說過 一開始就已經放鬆了 所以我不會突發性 去放鬆 然後收緊 我之前都說過 還沒用S 這三條 我用Ferro 因為Ferro收得來 是最順和最快 所以現在還沒買SS 之前 我就肯定選Ferro 那至於Ferro和SS 那SS 我之前都玩過一輪的收放 那它的收緊 的順度 就差Ferro少少 Ferro自己也是最順的 但是放鬆 那我就覺得它 就順手一點 因為它是 就是One Direction 是鬆緊 就不同 Ferro是要 要叫起少少來鬆 但是這件事情 我都說過 一開遊戲 我已經鬆了 所以我不會突發性 去解放鬆軟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OK的 所以 SS和Ferro這兩條 我都可以接觸到 所以我個人的要求 就是收緊 我自己會選Ferro 之後就是SS 還有FreeTek 就最後了Boothoes 那這個就是 以前的槍帶的比較 我是不是 好嗎 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